不要對中國存在任何的幻想 你去投資,你去做生意 你去工作不會成功 因為那是一個專門喝韭菜的韭菜農場 新聞硬邦邦天新聞最爽 我是節目主持人斯坦 歡迎各位收看 我們今天的主題叫做 中職集團爆雷誰最爽 各位想一下中國人的苦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白月才遭遇到大洪水損失慘重 而最近關於中共國的房地產公司碧桂園發生巨額債務違約 同時中國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中職集團 也發生產品停止對付的金融風暴 而官方未免產生連鎖效應 對受害者進行維穩以及拖延政策 同時也禁止中共官媒進一步討論集隊的話題 相信有不少中國韭菜同時遭遇到洪水跟金融風暴的折磨 每次在中共政權之下 受害最深的就是中國人自己 那現在連青年失業率都蓋牌了 不讓你知道了 還有學校配合政府造假 不提出就業證明 然後連畢業證書都不讓你拿 都不給你 不過我必須說中國不是第一個幹這件事情的國家 以前在蘇聯經濟崩潰之前 其實就有類似的事情 所以連這種失業率的造假行為 都是抄襲別人的手段了 現在更厲害了 直接不公佈青年失業率的最新數據了 反正我就不公開嘛 看你能怎樣啦 那回到這次的主題 關於中共國的金融基礎 很多年來早就有許多人勇敢站出來 表示中國的金融實際上是一個大型的金融詐騙 所謂的房地產市場與金融市場 是由一般人無法想像的 極度複雜的官商勾結 還有超額借貸所產生的金融槓桿 以達到不當手段的集團式擴張 最後建構出超級巨大的金融泡沫 再加上習近平這個五千年一遇的人禍 因為權力集中所產生的被害妄想症不斷擴大 所以推出奇怪的法律加強控制 比如說對外關係法嘛 以及修訂的反間諜法 在今年7月1日生效後 讓外國人開始慎重考慮是否要前往中國 以免被中共政府任意執法 禁止出境以及錯誤拘留 或被中共強制變成政治人質 另外,反間諜法 因為擴大間諜活動的定義範圍 所以也導致許多外國公司 放棄在中國生意跟投資 然後開始陸續撤離中國 除此之外,中國國家安全部 在8月1日還在微信發布社會動員令 號召全民舉報間諜 並宣布舉報有功者有賞 這是規模超越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有過的金融泡沫 是由一般中國民眾對購買方地產、金融商品的不當認知 企業與政府掛鉤並缺乏監管 還有其他體制上的問題所共同創造出來的惡果 但是金融泡沫爆破 最後影響到的只會是獨裁政權以外的人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年來陸續 有一些有良心的專家嗎? 冒著被中共打壓、追殺、被輿論嘲諷的危險 站出來批判這些中共國的巨大金融集團與房地產公司 因為這些集團與實際控制的人基本上都是中共政權的白手套、錢袋子 從習近平擔任第一任期的國家主席就開始新一代的政治鬥爭 當年習近平所提出的待機貪腐 現在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 只是一個政治鬥爭的開始 而今日的中止集團也多少涉及到政治鬥爭的陰影 情況大概就是跟前幾年的中國海航集團 H&A Group 差不多 破柴後強制重整 而新的投資者重新成為海航集團的新股東 大約從2019年以後 中止集的風險逐漸浮現 背後的大老闆傑之昆試圖帶領集團克服危機 然而北京政府的用意就是要打擊這些不聽話的金融巨頭 同時最終的目的是要加強對金融的監管 傑之昆的中止系和肖建華的明天系同時成為批評的焦點 他們緊密合作夥伴圈也相繼爆出問題 其中有包含華夏幸福、榮創、恒大集團、陽光城、陽光集團等幾十家企業 2021年12月18日晚間中止企業集團突然傳來消息 宣布中止集團的實際控制人傑之昆在上午9時40分突然去世 翔年60歲 在那一段時間剛好有不少中國金融界人士相繼理事 當時引發了輿論猜測和關注 當然這些都是在金融泡沫被戳破之前的一些八卦語討論 在其他外普通人都是用看好戲的心態 在看小粉紅被中共政府再次割韭菜 另外一方面各國政府跟外國投資者 則是非常謹慎地對待中國的金融風暴做評估與準備 以免被隨時可能會發生的金融海嘯波及到自身的經濟 帶我看來到目前這些中國企業的破產和重整 都是習近平試圖加強控制的一部分 我們不能把民主國家或是自由市場的概念 拿來看習近平的政治理念 這點跟俄羅斯普丁是完全一樣的 他第一核心是政治穩固 同時將這些感覺不是很聽話的中國既有的金融巨額 把他們消滅對他來說未必是不好的事情 並且目前新聞上已經可以看得到 中共國務院成立了專案小組 表面上當然是說要化解這次的金融風險 那實際上就是以公司財務問題對他們進行控制 我們可以看見到在世界上依然有很多國家 比如說北韓、古巴 在消滅經濟之後人民依然能被政權掌控 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想盡辦法逃離那些國家 這是為什麼前陣子在中國關於走線的討論這麼的熱烈 因為大家都知道國家正在走向閉關鎖國的路上 比如說之前在牆內就曾經有一波操作想要說服 跟洗腦、中國韭菜、閉關鎖國的好處 比如說中共國學者趙以鋒認為 明清兩代對外政策 就是不應該說是閉關鎖國 而是有限開放 認為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的是自主限關的對外政策 而閉關鎖國 延緩了西方諧星東闊的步伐 衡量歷史是非續指於當時的特定環境 後人不能苛求前人 這種超歪的結論 這種歪理聽起來很不可思議 但習近平實際上也在積極的佈局 即使在完全沒有歐美等自由市場經濟的狀況下 仍然能獲取各種資源的交易方式 比如說像是跟北韓、俄羅斯、伊朗結盟 然後想辦法拉攏一些中東的國家 用人民幣當作交易貨幣等手段 另外一方面 習近平也在堅定不已的自動與西方世界脫鉤 但是同時他也在篩選那些西方世界的破口 比如說影片一開始有提到 習近平加強反見諜法的定義 他相信在這種篩選之下 依然會有一些外國企業留在中國做生意 那中共就同時可以繼續從世界經濟中吸血 並且同時他對侵略台灣許多前置作業 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嘛 從習近平不斷強調備戰備荒 強調兩時的生產要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還有包括前陣子在俄羅斯傭兵集團 瓦格納的叛變鬧劇結束之後 似乎也給習近平一個靈感 包括把外交部長秦剛 還有火箭軍司令李玉超上將等軍隊投資替還等 另外我認為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是 中國將部分外匯儲備的賬蓋牌 假設目前所公佈的貿易和經濟賬順差增加不是數據造假 那這個部分的儲備可能就是 要用來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干預 或是有可能是為了戰爭使用做準備 那我想提供這麼多分析跟資料之後 其實我想對大家表達的想法就是 不要對中國存在任何的幻想 你去投資,你去做生意,你去工作不會成功 因為那是一個專門割韭菜的韭菜農場 很多人很天真 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做生意 只是純粹交流 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 或甚至也許可能改變這個國家體制 或是習近平的行為 或是說很樂觀地認為 只要金融海嘯衝擊中國 習近平就會下台 中共就會民主化 我想這只是一個時代的開始 如何防止自己不成為被割韭菜的受害者 才是大家應該要記得的事情 不接觸它,不投資它 但是要知道它在想什麼 它在做什麼 它下一步要做什麼 才是大家應該要每天都關心的事情 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在這裡跟影片下面 會Patreon跟音源科技這兩個網站的連結 一定要發揮你們的尋甜水的精神 有時沒時去看一下 Cytan有沒有更新頻道 有沒有發推有沒有寫新的文章 我是Cytan 我們下次見 再會啦!